歡迎收看《一語道破》 大家都記得我曾經說過 一字記之若債 一字記之若債之後 一字記之若亂 其實是一字記之若戰之後 Anyway 這次我想跟大家說說 都是債的 因為債一直纏繞著我的思維 我覺得這個世界負債太厲害了 債抬高速 近日大家都看到消息 中國內地的企業 爆了一些所謂的債務違約潮 有紫光、永煤、遼寧的華臣 大約10億人民幣 在10月20日到期的債 這個債務的債務 就好像沒辦法還 因此揭發到 原來它有約65億的債務 看看它的平衡策 看到它是資不抵債 也不知如何還 有時那些所謂的企業 它們發債 你知道大陸的債務 會為政府支持政府的經濟項目 或者做一些基建 或者做一些市政的事 這類所謂的信用債 其實回報率是很低的 不過應該有國家的信用擔保 所以人們覺得這似乎是違約的機會不高的 這次一堆堆的企業出事 或者有機會違約的話 即是如何足夠呢 足夠還是不足夠呢 如果足夠的時候 真的有 moral asset 大家都知道 經濟受疫情游潤了很久 經濟下陷 有些人衰退 當然 企業在這個環境中 想輸出服務也好 或者賣貨品也好 是非常困難 很多人賣不出的 賣不出貨 收入當然是趙降 收入趙降 資金短缺 資金短缺又如何呢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銀行一定會收遮 真是麻煩了 還不到債有機會倒閉 目前的環境其實是非常險峻的 尤其是對內地的企業來說 為什麼呢 年尾十月尾 很多都要連結 資金怎麼辦呢 還有連結完之後 就去到農曆年 農曆年更重要 那個年關 很多人都知道 年關不太容易過 這次對資金的需求 相當之大 不要說中國 全世界都面臨了債務的危機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 即IIF 他有一個統計說 今年頭三季 全球企業加上政府 他們的負債增加了15億美元 去到多少呢 272萬億 聽清楚是272萬億 按照這樣計算 去到年底 應該去到278萬億 差不多了 那是什麼概念呢 概念就是 等於全球GDP的365% 即是說 你有一百萬身家 原來你就欠人家365萬 大不大鑊呢 新興市場 明年有7萬億美元的債務到期 其中有接近 裡面有接近20%美元債 如果貨幣貶值 經濟環境又不好 你說怎樣還呢 剛才提及的債務危機 其實債務驚人 為什麼呢 連政府都不斷發債 不斷要救亡疫情 經濟也奄奄一息 不知如果政府也有問題 你說誰來救 所以我一早提醒大家 那些國家債務 其實盡量少買 暫時來說 G20開會就說 我們幫那46個窮國 將他們的50億美元債 延期 讓他們舒緩一下 IMF各機會 亦透露 會增加資金去支援這些國家 但是 如果他們不肯救 這些國際金融組織 如果不肯救你 那怎麼辦呢 都不是唯有 大家好 我的Patreon 想多假的 Patreon 裏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內容 現在加上《一語道破》的內容 還有我自己寫的每週的前瞻 所以很有參考價值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謝